那我請教致勝 這一次習近平追殺江系餘孽的同時 習家軍卡位20大的布局越來越鮮明 在香港的媒體追蹤報導了 李強 應勇跟陳明 這一次都可能卡上位 是沒有錯 我們先來看 就這幾天19月6時全會當中 當然 雖然這個第三分歷史文件 還沒有正式的披露 不過看起來 對與習的第一位 剛剛創下歌所提到的 他把跟毛凳並列 成為第三人的這樣子過程 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從習近平的觀點來看 我們可以先觀察一件事情 就是他明年的連任 在這個第三份歷史文件的確譯之下 確保了他的正當性跟合法性 那問題是不要忘了 之前所修改的叫做國家主席任期制 明年20大要開的是有關於黨的部分 所以現在有另外一個傳言是 在這個歷史文件到20大中間 會不會習自己又異想天開 或者是旁邊的人又要黃袍加深 把黨總書記制再改成黨主席制 符合剛剛講的毛 鄧 第三人 就建國以來就四三個 是所謂的真正的這種 所謂黨的權力一把抓的主席的概念 這是我覺得可以值得觀察的一部分 那是習的部分 如果從這個十五屆六中全會來看 其實在前後我們討論過之鄉新軍 補江新軍 這些很多的他的這個所謂的子弟 已經在各個省委或者是相關的位置上面 佔據的位置 但是現在大家都關心了誰會上京到中央 那現在香港民報傳出來點名幾個人 確實這幾個也是我們之前會覺得 非常關注的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然後包括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還有湖北的省委書記印勇 這三個是目前傳出來 可能會上京進到中央的部分 甚至印勇 因為他一直以來是政法系統的 所以已經甚至被傳出來說 那個中央政法委書記 已經空出來準備讓他去接任了 那李強跟李希這兩個 我覺得未來上京這段時間 有沒有可能進京擔任職務 擔任什麼職務已經不是重點 因為他們本身現在已經是政治局委員了 所以當他進京 譬如說你擔任副總理也好 擔任整個不管那一個職務也好 他明年入場的機會看起來是很高的 因為他其實是政治局委員的情況 那現在被點名也是合理的狀況 那應勇看起來如果接政法委的話 未來政法系統 是不是由他一手承接過去 也是非常可能 那這三個人 剛剛講李強也好 應勇也好 這都是所謂之鄉新軍的一個部分 那之鄉新軍被認為是大阿哥的那個陳明兒 那被傳出來要從重慶市委書記 調上海市委書記 但是還是一樣 不管是重慶市委書記 上海市委書記 他基本上已經在政治局 明年入場的機會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有人問說那為什麼 這個不把他調到北京去 要把他上海市委書記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的可能性 因為幹過上海市委書記的 基本上至少是政治局常委 從江澤民開始 黃菊 韓正 那當然包括習近平最後幹到 你看這幾個任內 幹過上海書記就出了兩個總書記 所以也就是說陳明兒過過上海市委書記 這樣子的鍍金的機會 未來不只入場 甚至就看為什麼他被認為大阿哥 就是將來甚至接班習近平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所以你看看到這裡 其實你已經呼之欲出 不僅是說二十大的這些人 接班的梯隊已經非常非常的完整 全部都是習家軍 你看看看到的李強 這個陳明兒 還有這個應勇 全部都是之江新軍 那李希比較特別 我待會再來簡單介紹一下 那也就是說 其實你已經幾乎 十九屆中全會 你已經看到了明年二十大常委的雛形 那當然我認為我個人認為胡春華在這裡面是妥協的 就是應該講說胡派或者是說團派在這裡面是妥協 因為胡春華他只求明哲保真 安前下莊跟剛剛馬雲的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或許會給他一個象徵性的常委的位置 他畢竟是現在唯一的國務院的副總理 那他又年輕 他比陳明兒都還要年輕兩到三歲 所以他或許會保留一個位置 這或許也是胡錦濤或是所謂的團派 跟習近平妥協的結果 所以你會看到在十九屆中全會 現在人事的佈局可以看到 剛剛講追殺江派 江派基本上在我看來 幾乎是全面潰敗 氣泄投降 那剩下一些 再來就是如何清理善後的問題了 那再來就是 這個應該講說 呼應或者是安撫習 安撫這個團派就是留一個位置給你 那再來就是習家軍全面接收的一個狀況 那其中李希是比較特別的狀況 李希從來沒有跟習近平共識過 那他就在陝西的出生 所以他應該是根據他爸爸 或是當時栗戰書的一個脈絡 所形成的狀況 不過李希的年紀也最大 所以他未來的政治前幾 相對沒有前面幾位來的好 那但是有這一次當中 還有一個名字被傳出來 下下下恍然大悟 叫做許麒麟 他其實是就是原來這個 中共新部軍區的這個軍委 那西部軍區的司令奇怪 他才上任兩個多月 突然間就又被起換掉 那就開始說 許麒麟你是身體出問題嗎 還是你忠誠度有問題呢 現在就傳出來說 原來他被換掉是另有重用 那也傳出來說 其實換掉之後 九月十月就直接進京了 那現在十九月六中全會之後 可能會擔任這個 所謂的中共的軍委的聯合 聯合參謀本部的這個部長 也就是這個李作成的位置 那未來他會接所謂的軍委的委員 的這個部分 那他年輕他才1962年 那他其實我覺得這很合理 因為他其實可能跟過去的 所謂的徐才厚這些人 閻緣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他2019年才升中將 2021年就升上將 這簡直是做直升機的速度 這代表什麼 代表習近平基本上信得過這個人 代表這個人過去跟那些 江系閻緣深厚的軍系 沒有那麼深的瓜葛 所以重用他等於習近平能夠進一步的 深入掌握軍系 那這個也是在這次十九六中全會 裡面一個在軍方的人士 非常大的變化 但是不管你從軍系的變化 你從上京的這些人 你都可以看到習家軍是全面掌握 而江澤民或胡錦濤的派系 看起來是全面潰敗 好 我們稍後回來